清朝皇帝的安保部署 八旗制度作为清朝的根本制度 是清朝崛起 入关乃至平定中原的绝对保障 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 八旗制度被完美地运用到了当地的驻军和北京的金库 成为了清朝统治稳固基础的根本保障 对于封建政权来说 京师安保 皇宫安保 尤其是皇帝本人的安全 是皇权稳定 江山统一的最关键保障 至于清朝 一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在中原建立京师 带着严重的敌意之变思想 需要更系统 完整 充足的金库实力 那么 清朝皇帝到底有多少进为军呢 从御前侍卫皇帝旁边 到进守卫 负责首都大门的抓捕 拥有班级禁令 以肃清成员的权力 从根本上来说 都属于皇宫护卫 都属于护卫皇帝一人的权力 皇宫紧卫 皇宫卫市主要有侍卫和亲军营 侍卫负责三种侍卫 内庭侍卫 御前侍卫 甘清门侍卫 大内侍卫一等 二等 三等 南陵侍卫 和侍卫处侍卫都是从满盟上三级中选拔出来的精英人员 行政级别高 待遇好 官场前途好 领侍卫内大臣 以前大臣和统领侍卫处选自皇室宗亲和满洲勋贵 是皇帝信任和倚重的 这种负责皇帝敬畏和随从的护卫队一直在六百人左右 是皇帝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般来说 侍卫不会有用 除非像嘉庆云间发生类似 林青事变的恶性事件 亲军营 刘满盟上三级另选 侍卫亲军组成 一般维持在1400人的常规编制 六五八一 不为五三 除了上三级的军日武装力量之外 清朝皇帝还有一支深受信任的特殊军事力量 那就是历代皇家普从 并属于内务府的包裔团 根据青史宝直端4 这支特殊武装力量包括三级包裔前封营 三级包裔赴军营 三级包裔萧营 这支武装力量与内务府大臣为首 常规编制约七零一名人负责皇宫十二公门的守卫和巡查 根据青史岛直官司的记载 这支武装力量的领导极其复杂 除了封管领导参令 副首参令 还根据其属不同民族配备助手 可以描述为各有同属互相制约 然后收在参令一个人管辖下 而第三营参令由内务府大臣直接管辖 内务府大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另一个大臣 只对皇帝负责 在各级管辖下 皇帝的安全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神秘的前波营和火枪营和神机营 内务府部位除了权力之外 所有的清朝皇帝都配备了隐蔽的 神秘的机动部队 以对抗可能叛变的军事和都城的军队 这支神秘的军事力量由三部分组成 前方营、火枪营、神机营、前方营和内务府部位 负责宫殿的一部分剑守卫 但他们的职责不是守卫宫帝的大门 而是巡视宫殿、火枪营、装备最先进的枪械和火器 担任皇帝的巡逻兵部位、金库金师、负责枪械等任务 神机营、类似于雍正王朝、康熙皇帝手中的狼坛部队 是一支神秘的特种部队 武器先进、战斗力极强 三营兵力的常规分配是30000人左右 卫数部队 卫数部队只负责金师、安全和驻军 职责的军事组织 即进行八旗驻扎在首都内外八个方向皇宫 即进行八旗包括副军营、前攻营、萧綦、副军营、剑队、火器营、神机营等等 并对皇帝的负责 进行八旗中的副军营是这个位数部队的关键 由年轻且技术娴熟的士兵组成 负责皇宫各门巡逻、皇帝公平的宴会副尾等 只有副军营的常规配置在15000人左右 是皇宫外围的主力副尾力量 副军统领衙门 副军统领衙门的全称是不军营九副军寻补武营指挥官 俗称九门提督、副军统领衙门 类似于现在的警卫部队 具有武警的职能 根据青石导直官司的记载 副军统领衙门的作用在于掌管九门 指挥指挥官八旗步兵地理 效法周围、镇守京城 京师拥有治安、治安、门禁等一切权利 副军统领衙门中 除了衙门本部的官兵外 九门提督海峡八旗步兵营、群步勿营 内外城十六门管理组织和白产山信号管理部 九门提督它指挥的军队数量最高峰时 提督达到六万人 几乎可以直接决定皇权的稳定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九门提督龙科多决定了康熙皇权的归属 总结 从以前是为诸如此类的帝王天生护卫 护卫实力到不禁从领衙门下属 今世护卫实力 清朝帝王身边的正规护卫多达十万人 有如此强大的金库 难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稳定统治两百多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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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